怎么消除黑眼圈眼带 如文医生特药专家陈辉西安市第四医院 医美与整形病院主人医师 这个黑眼圈和眼带有很多方法进行治疗 要根据它的原因进行合适的治疗 比如说脂肪堆积的问题形成的眼带 或者是皮肤松弛的问题形成的眼带 最好通过手术的方式去除松弛的皮肤 去除多余的脂肪 如果是黑眼圈 那就是它有皮肤黑的问题 还有皮肤比较薄脂肪比较少的问题 这个可以通过自体脂肪移植来进行治疗 那么有一些人这个黑眼圈呢 它是因为光线的问题 这种问题是也可以通过天虫脂肪啊 把这个高低不平进行适当的改善 也就解决了它的黑眼圈问题 另外呢 有一些黑眼圈是不需要经过处理的 比如说我们很多人 它的皮肤的颜色 在面部的不同的部位 它的表现是不一样的 有些人甚至还要通过化妆 形成这个眼影 那么眼影眼影 顾名思义 就是光影造成的 那么这种情况就不需要进行改变 哦 substituting 好像别有惊喜